背着背包的小男童在忍行道上不断徘徊 好像是在等什么人 引起这名穿短裤的轿车驾驶注意 还上前询问男童要去哪里 说要载他去 就在男童玩具后 男子别开车离开 基本上老师马上就来了 就把他带走 所以就还好 就是这样我还比较放心一点 激起的男童回家后 也将21号中午放学 在学校附近发生的情况告知家长 所有家长也在通讯群组上 通知其他家长说 有一名身高约175公分 头发染红的男子 试图诱骗小孩上车 因为他们怀疑男子是想随机掳童 这名小孩学童当时就是站在这里 在等待他的补习班 老师的先放看他绕带一人 试图要过来诱骗 不过并没有成功 而校方得知消息后也立刻报警 警方根据监视器车牌 寻现找到当时这名男子 才发现是乌龙一场 他完全是基于一个好意 看到这名学童放学后 这段时间 因为离学校了有一段路 离学校有一点距离了 那这名学生在那边徘徊 他以为说这个学生 到底是什么事情 男子向远景光称 当时是到附近银行办事 看到男童一直站在路边 基于好意才想帮忙 让校方和家长续经一场 介绍了很张拍 台北部导